近在运通 各位高中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度收看股市博乐 我是陈卉博 那今天时间来到了8月13号 台北股市今天一样是属于一个震荡的盘势 今天上涨了18点 但是各位各位朋友 这一波台北股市 从1万点跌到目前为止 已经将近跌掉快2000点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很多人在 不管是指数的操作 或者是股票操作 其实都没有摊到好处 因为整体行情是在下跌的 甚至有很多人失望了 其实各位各位朋友 股票市场的操作 它就如同你其他的投资一样 只要是投资 它就有可能产生所谓的风险 当你产生风险 其实最重要的是 怎么样把风险降下来 接下来 如果你还想在股票市场里面操作 你还想赚钱 甚至还想反败为胜 你要跟自己讲 记取过去这一路下跌的一个教训 那在这个地方 微博还是要提醒各位同志朋友 其实股票市场的操作难度 其实是蛮高的 并没有像其他的一个分析师所讲的 可能你转到别台去 有很多老师跟你讲说 做股票很简单啊 你买什么样的股票 它就会涨停板涨停板啊 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那么简单的话 我跟各位同志朋友讲 全部的人就做股票就好了 微博还是在节目里面 跟各位做提醒 只有控制好风险 才有资格谈货利 也就是如果过去 你都产生的亏损 产生的赔钱 除非你想推出市场 如果你还想从股票市场里面 扳回来 你一定要有一种方式 你要有一个依据 你要有一种方法 不然难上加难 也就过去这段时间 你都很难赚钱的 你未来怎么赚 凭什么赚 要有一个依据 所以微博一直在节目里面 跟各位同志朋友讲说 我们在股票市场上操作 如果你接下来操作没有依据 你就没有办法把风险有效的做控制 所以你要控制好风险 你就必须要一个明确的依据 什么意思 涨的时候你要知道 它为什么会涨啊 跌的时候你要明白 它为什么会跌 你了解的涨跌的过程 你把它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 那你的一个操作 是不是就可以心云流水 藉由这样的一个依据操作 让自己很清楚的 甚至把风情有效的降低 微博在节目里面 跟各位做推荐的就是用伯乐指标 伯乐指标 其实市面上指标零零种种 算起来二三十种 三四十种跑不掉 而且有很多的老师 有很多分析师也都在用指标 其实指标它都是 这样说好了 所有市场上的指标 我都把它称之为叫落后指标 并不是说它完全是落后 而是说它必须是成交量 价格所显现出来的走势 才会显现出指标嘛 如果没有成交 怎么会有指标呢 所以其实所有的指标都是属于落后指标 但是伯乐指标之所以 跟其他指标有很大的不同地方 是因为它的功能性 如果你现阶段 你想找一个市场的依据 你必须要找一个功能性很强大的 那什么样的一个功能性 在指标的运用来讲的话 第一个它要简单 看都看得懂 不要说连看都看不懂 第二个稳定 第三个功能强大 如果你的指标 或者是你接下来想选的 你不见得要选择微博的伯乐指标 但是你想用的依据 你至少要符合这三个条件 如果你连看都看不懂 你根本不会用啊 第三个 功能的一个部分 如果你的功能性太阳春 应该是这样讲 很多指标只会显示 涨跟跌 但是你买进去常常 涨上去往下跌 各位朋友 博人指标它的功能性 有相当多 微博在这边跟各位做个介绍 我希望各位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了解 博人指标它的功能性相当多 包括电脑版手机版 长线 中线 短线的依据明确 不管你是要做当冲 做波段 从这部分都可以 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完整介绍 再来它会有高地檔之分 这就是很大的不同 因为有很多的指标 它没有跟你讲高档跟低档 它可能还是往上走 它的指标还是翻红 结果你去买下去 你不晓得它在高档 所以目前很多指标 它没有高低档的区分 没有办法帮你区分说 来到高档或是来到低档 风险性你就没办法控制 再来的话 博人指标它有一个很强大的选股功能 这个选股功能 可以选出博人指标 刚向上第一天 第二天 也就是说 刚要起涨股票 可以透过选股功能 来选出来 另外 在博人指标里面的话 微博特别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我们在博人指标的一个教学 也就是说 怕各位 不会用 看不懂 我们除了设计的很简单的判断方式之外 我们还教各位 不管是在说明书上面的一个教学 或者是在网路上 微博有录制一个教学内容 以及我们有培养一个服务团队 就是微博专业助理部分 跟微博本身亲自 都会针对指标的部分做教学 目的就是要让各位完完全全把它学会 再来 全球股市 博人指标它不仅可以看到台股 它也可以看到美股 欧股 包括雅股 这个部分 其实台股它是属于全球联动性的 有时候美股的涨跌 是会去影响到的 但是 你的指标 不见得会有所谓的一个全球股市 博人指标它有 这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说明 还有一季多用 这部分跟各位讲一下 博人指标可以开到四个画面 四个都是独立的画面 你有沒有看过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过券商 或券商的VIP的操盘室 操盘室裡面 各位 他们的操盘室 不是只是一台电脑而已 甚至有一个电视墙 那个电视墙的话 哇好多人在报价 对不对 甚至有电脑 一部两部三部四部 一般来讲的话 像我们分析师 以微博来说 三个电脑荧幕在看 也就是说 我们在判断的 包括期货包括股票 有时候很难只看一个画面 那我们博人指标的设计 把它设计成一季多用 最多可以开到四个画面 所以四个画面 你就可以当成四个博人指标 四台电脑做运用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强大功能 另外还有头顾教室 也就是说各位的 我们的指标内容微博 设计的头顾教室 包括每天的看盘 对于盘式的看法 我们的看法 我们直接把它输入在里面 让你上线了之后 直接可以进入头顾教室做观察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功能性 再来包括基本面的变化 还有什么 还有上班主任安心理财 这部分我们再来做说明 微博想要让各位知道 就是说 如果你想找一个依据 你至少要有 基本几样的功能 那刚才我们有讲了 电脑版手机版部分 我再来说明一下 电脑版就比较专业 手机版比较 就是方便性 这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说明一下 各位 第一个 中长线短线依据明确 什么叫做中长线短线依据明确 在我们博日指标 使用原则的第一条里面内容 有做一个说明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博日指标使用原则 大家最常看的就是高低檔之分 对不对 博日指标多空判断 以日线为主 30分线为辅 周线为大波段 好各位 这个就是所谓的 长线中线短线 也就是博日指标的 长中短 依据明确 这样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好 什么意思 我们来举个例子 来做一下说明好了 有一档股票今天蛮强的 叫2354的红准 没错啦 各位 红准今天的走势很强 对不对 好 前一波红准也是从121块 跌下来 跌到84块 然后现在又谈到100块以上 我们来看红准的博日指标 这是红准的博日指标 这是红准的博日指标走势 各位 好 我们先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看 为什么前一波的红准会下跌 因为前一波的红准 博日指标呈现向下 重点来了 各位 你看到这个地方是什么 它是日线 日线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之前都跟各位介绍过 日线所代表的意义叫趋势 30分线的意义叫短线 好各位 那既然趋势是日线 也就是说 当日线的博日指标 一旦转为向下 很抱歉 它的走势 就算这边出现了反弹整理 代表它走势没有被破坏 它是往下走的 一直到博日指标 再度向上为止 它才会往上走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红准 它会下跌 这个地方的红准 它会上涨 因为这个地方上涨的红准 各位你可以看到它的博日指标 是不是向上 什么叫做向上 来各位 我举例给各位看 我们拉近一点看好了 这是红准前两天拉回 红准前两天拉回的时候 我请问各位 就博日指标而言 它是向上还是向下 短能线25 趋势线23 好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 什么叫做博日指标向上跟向下的意义 当博日指标向上的时候 它所代表的意义叫什么 不管是大盘或个股 当它的博日指标向上的时候 表示它会盘 盘涨 波段上涨 股票甚至会涨停板 它的意义就是盘 盘涨 波段上涨 股票甚至会涨停板 那如果是博日指标向下呢 博日指标向下的时候 代表的意义是盘 盘跌 波段下跌 股票甚至会跌停板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向上的意义就是说 它这段时间不会跌 各位同学朋友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讲说 买股票买博日指标向上的 好 重点来了 当这段时间 它博日指标是向上的时候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是跌的 有 什么时候跌下来 8月11号跟8月12号 好 各位同学朋友 为什么会下跌 这就是博日指标常中短线的 如果是日线的话 代表所谓的趋势 30分线代表它的短线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短线部分 把博日指标切换 因为博日指标它可以看到 5分 10分 15分 20分 30分 60分 日线 周线跟月线 最低高 1分线 2分线都可以看 好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日线它目前是向上 代表它趋势向上 所以因为日线向上 你会发现它的走势 都会是偏涨的 好 那为什么前两天会拉回呢 从博日指标的30分线来看 你就可以很清楚了 这是到 8月11号 没错啦 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 红准一下 红准8月11号跌两天 对不对 8月11号的红准开高走低 然后8月12号再跌嘛 为什么这两天会跌 这两天跌的原因 是因为它博日指标向下 这是30分线喔 30分线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是短线喔 对不对 所以博日指标它的判断方式 就是用周期用周日跟30分 来做一个有效判断 好 所以当30分线如果向下的时候 会不会拉回 当然还是会拉回 也就是说涨多的过程当中 会经过修正 所以30分线向下的时候 假设啦 各位 如果你看到红准在涨 然后8月11号这里又开高 一开高的时候 我请问你看到30分线来到高档 请问你要不要买 你要不要买 当然是不要买 因为它来到高档区啊 高档一旦转回向下的时候 各位它就拉回啦 所以拉回的过程当中 你就不要去买 但是拉回可不可以注意买点 当然可以注意买点 因为它的日线 它的趋势没有改变 它的趋势现在跟你讲 它不是向下 它是向上 所以从博日指标部分 它可以来判断的叫做 长线中线短线 依据明确 这个部分 包括连期货指数 判断方式全部一模一样 比如说我们看 今天的台北股市好了 这是今天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今天进入震荡了 对不对 但是在今天震荡之前 各位昨天又跌了两天 好重点来咯 我先给各位看 今天给会员的低通讯息 因为我们低通讯息 都是讲大盘的 这是今天8月13号 9.09分 发给全体会员的低通解盘 今天台北股市开高 对不对 台股是否止跌 要观察日线是否转上 因为到今天为止的大盘 日线没有向上 好 如果今天的30分线指标 可以带动日线转回向上 台股才能确定止跌 但是目前还没有 你看我的这个测标 到今天的测标还是向下 那今天为什么不会跌 今天为什么台北股市 没有像昨天 像前天一样大跌 因为今天的30分线 它是向上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的部分 你就会知道说 你可以借由日线 借由30分线 甚至借由周线 今天的日线还是向下 表示这一波还没有止跌 但是今天为什么不跌 因为今天的30分线是向上 所以当今天的30分线 大盘是向上的时候 今天不会跌 但是如果明天的30分线 再向下 那各位明天会不会跌 就有可能了 所以所有的判断方式 我们都是运用这样的判断方式 去判断它的一个日线跟短线 我再举个例子好了 各位如果有注意 我们的节目都知道 微博这一波 我们有带会员做核泰车嘛 对不对 好核泰车为什么这边会涨 一样啊 所有股票都用博日指标啊 来 这是核泰车今天走势 涨11块半 好核泰车这一波 我们做涨上来对不对 好我们在450块这个地方 8月6号450块这边做卖掉 好这个不是重点 为什么这边涨上去这边会拉回 这是日线啊 它的趋势没有被改变啊 为什么这边会拉回 一样从30分线来看 当30分线之前是不是呈现向下 所以为什么核泰车它会拉回 原因在这边 所以当核泰车拉回的时候 它当然短线上量去两天它不会涨啊 但是各位 今天的核泰车为什么又涨上来 因为今天的核泰车 各位有没有看到它的30分线 又再度向上 这个判断方式就是我跟各位投资朋友讲的 用日线跟30分线搭配 也就是博日指标强大功能里面的 长中短线的一个依据 这是非常 让各位可以很清楚知道 为什么短线涨跌 中线涨跌 跟长线涨跌 你就完完全全用博日指标 就可以掌握 这个是它的一个功能性 再来 博日指标还有一个强大功能 这个强大功能 跟别的会完全不一样 叫做高低档之分 什么叫高档 什么叫低档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广告过后 微博再跟各位做一个详细的报告 陈老师早鸟专案 提早参加 提早享受 立刻不打0227525868 27525868 成东同步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分析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欢迎成为股持中的常振军 成东同步 只能托付2752 5868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哇 哇 哇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 很浪货 精英家具 一次都能跟买齐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中文庆现正实施中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各位刚才我们所讲的长线 中线短线 也就是用日线跟30分线去做一个判断 这样的话你自然而然就可以把它短线的卖动的走势 跟它波段的卖动的走势 把它完完全全掌握 那有一个功能是别的指标面也有的 也就是说 当很多指标可能都跟你讲 可以买它还会涨 但是买进去每两天三天它却往下跌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回头来看 你买在高档区了 所以微博设计的博瑞指标里面有功能 跟其他所有指标不一样的地方 叫高低档之分 而且我们用数字来做一个区分 什么叫高档 什么叫低档 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数字定义 你才不会混淆 博瑞指标第二条里面有说 要有高低档之分 80到90以上加高档 20到10以下加低档 用数字来定义 你就会很清楚 好 重点来了 怎么判断 我们来举例党股票好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好了 2354红准 红准这一波的走势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 重点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2354 红准的博瑞指标 我稍微把它缩小一下 来各位 这是红准近三个月来的走势 好 重点喔 这个地方的红准来到哪里 来到大概120块左右 来到120块左右 这是在7月份的时候 我们可以拉近一点看 2354红准 好 我们看整体 我请问各位 很多人买股票是这样 这个地方涨的时候 来 我稍微把它走势 点出来 各位你看一下 在这地方的话 也出现博瑞指标向上 大概是在109块左右 我们可以拉近一点 109块出现向上 这个地方117.5出现向下 对不对 好 各位 当这边出现向上 这边也会涨 很多指标这边跟你讲会涨 当涨上来的时候 你可能在这边买进 然后期望它再涨上去 对不对 但是博瑞指标 你来看这个位置点 请问 它到底是属于高档还是低档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一档股票来到了80 90以上它叫高档 我们看整体 来到80 90它叫高档 你却在高档买股票 一旦高档转回向下 哇 它就开始跌下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你买在高档了 但是很多指标不会跟你讲它在高档 重点啊 反过来看 如果一档股票跌跌跌跌跌跌跌到这边来的时候 来 各位 这已经到8月份的红准了 当一档股票跌跌跌跌到这边的时候 很多人开始往下杀股票 对不对 本来就不应该买了股票 因为它的博瑞指标是向下 本来就不应该买了 但是买进去的人 可能就摊平摊平摊平摊到后面的时候 哇 失去信心 当在出现一根重大的一个跌停板的时候 各位吓死了 杀出去了 当你想卖股票的时候 你却发现 欸 为什么我卖掉了之后就开始涨 你不晓得你要卖的这个区间 它已经来到了所谓相对低档位置跌了 因为我们的博瑞指标 教学里面的内容里面 就有很明确把数字定义 80到90叫高档 20到11叫低档 那请问各位 这个地方是高档还是低档 所以刚高低档的时候 你偏偏在那边杀股票 一旦等博瑞指标再度向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就开始往上涨了 从94.1这边向上之后往上涨 涨到今天的红准 已经来到了101块 所以各位的朋友 高低档的限制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 用指标来做判断的原因 就是因为功能性 没有到那个地方 所以微博常常在节目里面 有跟各位讲说 很多股票如果 包括大盘也好 包括期货也好 来到高档的时候 其实各位 他可能还会涨 但是你留给别人去赚 你不要去冒自己的风险 同样的 当一档股票 来到低档的时候 很多人啊套牢怎么办 我干脆把他杀出去 他不晓得说 他的股票 已经来到所谓低档区 来到低档区 结果你把他杀出去 很可惜 他却往上涨上来 所以各位 这就是所谓 博瑞指标的一个高低档之分 我们再来看 微博再举另外一档股票给各位看 这一档叫61477 其帮 其帮之前也是这样跌 你看 他从74块跌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其帮的博瑞指标 来各位 这是今天其帮的走势 这是其帮的博瑞指标 好 当其帮之前都是博瑞指标 向下的时候 他当然会往下跌 对不对 重点来啦 当跌下来的时候受不了了 各位 请问这个地方啊 不管是哪一个位置 来到这边的话 请问各位 是不是整个都是低档区了 结果你又把他卖在所谓的低档区 当你卖在低档区的时候 没想到他博瑞指标竟然向上 向上他也没涨得很干脆 涨一天跌一天 涨三天跌一天 涨上去又跌回来 涨上去又跌下来 但是他慢慢的往上走 因为他博瑞指标向上 所以做股票 如果说期货股票 你都照着这样的依据的时候 假设你现在想买 等他确定转回向下 你赶快出 你不至于会产生这种大赔性啊 懂我的意思吗 你至少可以避开所谓的大赔 这就是微博要跟各位所讲的 在博瑞指标里面 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 也就是高低档区分 这个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好 再来 我们今天可能讲不完啦 但是微博尽量的跟各位讲 我们在指标功能性 其实短短的30分钟的节目 并不够 博瑞指标有一个强大的功能 叫选股功能 这个行情终有一天会结束 甚至会往上涨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怎么挑选股票 不论怎么样选股功能 我们把它改良之后 它的一个选股功能性的 一个变化性就很大 你可以来看一下 包括日线的部分 你可以找到多方的 你想放空的 可以找到空方的 周线的部分 刚才我讲过嘛 周线是大波段嘛 对不对 一样 你要做波段的人看周线 30分线代表短线 也就是你要短线当充的 你要做波段的 你要做大波段的 我都给你这样的一个依据了 包括你可以去设计你的成交量 以及设计你的均价 这个部分 我们在教学内容里面都会教 当你用波段选股功能 去选出来股票的话 各位 你会发现有很多股票是这样子 举例给各位看 这叫9904保存 你看这一波的保存是怎么涨的 这一波的保存是从这地方 38块一路涨到快10块钱的 各位 波段指标向上的第一天是这一天 当向上的第一天这一天 这一天第一天向上跟你讲说 这个跌是结束 它要开始往上涨 所以当波段指标向上第一天 你就可以选出第一天的股票 包括我们带会员的股票也是一样 我举例给各位看 这是2488汉平 我们当初请会员买 微博什么找出来的 也是用波段选股啊 所以你会发现 汉平它的走势 这是2488汉平 这是汉平的波段指标 是不是当波段指标向上第一天选了之后 它就有机会往上涨 所以选股功能 它就是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的时间其实不够啦 陆陆续续还有很多功能性 我想在节目里面 跟各位做一下说明 也希望各位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指标 来帮助到你接下来的一个操作 我也要提醒各位 因为这一次我们跟公司 争取了一个早鸟计划 就是要帮助各位来面对 接下来台北股市行情 如果各位不知道怎么操作 早鸟计划相当的优惠 那我们提供这个方案 让各位来做一个选择 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 微博张开双手 欢迎各位加入柏乐家族 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谁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气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快 使命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额排气密窗 2987 1111 陈通投顾陈老师 早鸟专案 提早参加 提早享受 陈老师 早鸟专案 提早参加 提早享受 立刻不打02-2752-5868 2752-5868 陈通投顾陈老师 股市操盘系统 全市场唯一 由老师亲自教学的软体 是全市场唯一 简单又勇用的指标 只要您拥有 保证交道会 支付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陈通投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着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败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外进一定败出 精准分析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让您成为 古市中的长盛军 陈通投顾 请不吝点赞 2752-5868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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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啦 就是这样啦 现在要介绍的是 一台不需要 压缩机的冷气 一台不需要 安装冷煤管线 真正可以吹出 冷气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